失去朋友的小猴 小猴以前有许多好朋友 但是后来,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小猴在河边找到正在钓鱼的小花猫 笑着对小花猫说 小花猫,那边山头上有一只很大的老鼠在偷吃花生 小猫一天睁大眼睛说,是真的吗? 小猴点点头 小猫放下钓鱼竿 跳过水沟直朝前面的山头奔去 小猫来到山头,找呀找 结果,连老鼠的影子也没见到 他连忙翻回小河边 问小猴,怎么没见老鼠呀? 小猴在一旁哈哈大笑 哈哈,我骗你的 小猫听了,不高兴地收起鱼竿走了 小猴看见前面河边,小黄牛在吃青草 赶快搬过去说 小黄牛,你快回家吧 你家的青草,被山羊大嫂被走了 小黄牛听了大吃一惊 连忙撒开蹄子往家里跑 到家一瞧,一棵草也不少 他把门关上,又返回到河边 小猴高翘着腿,正在晒太阳 小黄牛气愤地问小猴 你怎么能骗我呢? 小猴哈哈大笑说 我试试你的力气大不大啊 小黄牛不高兴地瞪了瞪小猴子 走开了 小猴又来到小狗的身边 见小狗正在啃肉骨头 小猴眨眼睛说 小狗,你妈妈给你买了肥肉感 快回去吃吧 小狗正要走 狗妈妈正好,从前边的路上走来了 嗯,妈妈你给我买肥肉了吗? 妈妈笑着说 孩子,勤劳才能有吃的 不能光吃现成饭啊 小狗回头再看一下小猴的时候 只见小猴笑着向树林走去了 小猴养成了爱骗人的坏习惯 小伙伴们都对他有意见 于是,谁都不愿意和他一块玩了 从此,失去了好多朋友 只得孤零零地躲在树林里一个人玩了 小朋友,你来说说 小猴这种做法对吗?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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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